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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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請蕭凱欣 影役福音電影 他伴我同行主題曲 同行 我準備這首歌 我都想起很多我的故事 你本身個人經歷 你見證 你根本跟這首歌是一樣的 我聽著已經覺得很感動 你唱得很好聽 我唱得很好聽 你應該升格了這首歌 這首歌已經贏了一段 我覺得很多事情我都不用處理 就是整理他的細節 讓他能夠再進一步 希望你本身已經唱得很好 我們想你進步 不想你再進一步 再下一城 連這些位置也修飾了 整件事真的很棒 剛才有些呼吸問題 不知道誰會吸氣 偷氣 好像有一點處理不到 就變成那裡有點痠 但斷了很外眼 你這麼安靜 因為你用一個琴 整件事很安靜 遠進與則路 我不怕 不字不可以那麼實正 因為實正就很容易 怕字都離開了 有兩個字加起來 我剛才不止一次聽到你 不太穩固 我很期待可以在比賽那天 可以透過這首歌 把我的故事 和張西伯的作品唱得很好 他伴我同行 1997年製作的首部福音電視電影 一個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 香港第一位失明社工程文輝 生命中一個個奇蹟出現 見證上帝的恩典 而照顧他近60年的老公人和者 用上帝的大愛傾盡一生 無條件地付出 兩人感動人心的生命故事 演繹出與主同行的精神 神愛世人 那你就是世人其中一個 那神當然會為你 但是為何祂要我慢 是神要在這個人身上 捕出祂的大龍出來 祂姑娘,其實你也看得到東西 不過你用不同的方法來看而已 我們就用雙眼去看東西 你呢,就用雙手去看東西 這是天父賜給我們程家的傭人 在他身上 我知道甚麼是無條件的愛 甚麼是犧牲 我好 從小到小 或者照顧我、維護我 將我成為祂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傭馬者 但是憑著天父賜給祂無盡的 智慧和忍耐 不斷教我去接觸各樣的事物 我只希望耶穌基督 祂讓你離開的時候 會這麼辛苦 你不急 祂給你 你不急 祂買 tän父 你無法是否 你不急 什麼事物 你不急 答案 你不急 我才是否才有上一步 我姐,你走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有請蕭凱欣演繹同行 我承認我 上帝始終永恆不改 有著墨盡愛 亦大能無限 全因為你的愛 我知道何謂愛 全因你擁抱 我感到人間多溫暖 黑暗裡我能忘見 因你是我雙眼 欠盡如窄路我不破 人家伴我走過 你曾畫過 葉子總有變黃一天 我未曾忘見 亦未能瞭解 玩笑 待這天我佔財 明白得我 心軀不斷地佔佔沉重 雙手強硬像我 劫無力一半 你已經緣去 我又可靠著誰 啊 啊 全因上帝的愛 我知道何謂愛 全因他的手 我一切從不知缺乏 黑暗裡我能倒過 他照亮我生命 扶困裡我仍有喜笑 他會為我指引你曾畫過 上帝始終永恆不改 有著無盡愛 有著無盡愛 亦大能無限 憑著愛 在某天我定能 從與你 不管生命定律是何樣 不管天地將落結無恙 笑聲 我與天國愛裡 定能再擁抱你 擁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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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已經相目失明了 有很多人覺得 Michelle,你看不到東西真的很可憐 我覺得 其實我是全世界其中一個 最幸福的人 因為在我成長路上 一直有人 有神與我同行 我最近看了一條影片 有關程文輝的故事 他就是香港第一個 社會福利處的實名社工 作為實名人的我 看到這條影片之後 有很大的感觸 有其中一部分 講到程文輝 他小時候 和他的兄弟姊妹一起 玩扔銀子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就想起 其實在我兩歲大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經常帶我去公園玩 我最喜歡就是玩滑滑梯 那裡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和我一起玩 不過很奇怪 不知為何每次玩一玩 他們一個一個都走 我當然不明白為什麼 我問爸爸媽媽 他們就說 因為晚了 他們要回家睡覺 現在下午兩點多 這麼快晚睡覺 我當時不知道原因 到我長大一點才知道 原來他們當時嫌我走得太慢 他們就去其他地方玩了 在一年之後 很感恩 我妹妹出生了 她有一對很大的眼睛 可以看到這個世界 我們一起玩很多遊戲 玩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自此就不再孤單了 講回影片 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很深刻的 就是 程文輝摸著和姐的眼睛 就說 其實 你的眼睛 和我的眼睛 都差不多 為什麼你看到 我看不到 和姐就說 其實 我們大家都看到 不過 你只是用不同的形式 來看東西 其實我小時候 也有摸過 爸爸媽媽的眼睛 其實也是跟我一樣 有眼球 我也覺得沒什麼分別 我也有問過爸爸 其實看不到東西 是否沒用 爸爸就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只要努力的話 你將來都可以用你的能力 去幫助有壞的人 我小時候 有時都在想 如果我看到東西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幫忙一下家 如果妹妹出街 我可以幫她打扮 我可以幫她化妝 如果我看到東西的話 我看到朋友 一個不開心的表情 我就會給她一個 鼓勵的眼神 又或者去拍她肩膀 鼓勵她 如果我看到東西 那我爸爸媽媽 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不過 天父告訴我 其實我是看到的 我雖然肉眼看不到 不過我懂得照顧自己 可以關心別人 可以為神去宣揚救恩 雖然肉眼看不到 我也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在我三個月長的時候 就被確診說有眼癌 當姑娘從手到膝抱我出來的時候 爸爸媽媽看著 我雙眼被拆開沙布 我就從此失明 醫生跟她們說 你們不用擔心 天父是很公平的 她會與你們同行 在我一直長大 爸爸媽媽都陪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 有一年的暑假 我們一起去到孟加拉做義工 其中我們去到一個 探訪一個只有四歲大的 白內障康復者 這個妹妹一看到我們 整班人去到 她當然很害怕 又哭又叫又到處走 當時我就牽著她的手 透過翻譯員跟她說 妹妹呀 你不用怕的 我們呢 大家都看不到東西 我們會與你同行的 她聽完我這句之後 她的情緒就穩定了下來 之後我們一起聊天 一起唱詩歌 過程非常開心 她臨走的時候 我們還一起握手說再見 當年 天父 以和者去陪伴程文輝成長 令到她的生命 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我相信 今天天父都借著我的生命 去活出一個精彩的生命 去與人同行 我會繼續以我的音樂 以及以我的人生故事 去感染更加多人 去這樣告訴他們 每一個人都是天父最寶貴的寶貝 主耶穌很愛我們每一個 祂很愛我們 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面 你又願不願意接受祂 做你們的救主呢 祝福大家 謝謝 是一首很愛自肥 因為這首歌是《我者》的 我也想聽聽評判 如何去看看他們的意見是怎樣 不如我把時間交給陳太 那海恩你真的能夠感動很多人 因為你雖然眼睛看不到 不過你心裡的眼睛很明亮 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都要告訴他的門徒聽 耶穌就是走了 不過聖靈會來 祂是要門徒明白 心靈眼睛是怎樣打開的呢 在你的心靈眼睛 可能打開給很多人 都要快 還有很多人會問罪 但你的歌聲很響亮 很清晰 令人能夠在一個安靜裡 思想一下 你的心靈是怎樣走法的呢 還有我們為你祈禱 希望你能夠發明更多上帝的榮耀 在你的心靈裡 即是你不能夠的 但做得更加出色的 所以那些能夠的人 應該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努力向前 我相信你在你的前路裡 不僅是你的詩歌 可以來感動很多的人 你的生命更加可以令很多 皮革的生命重新得力 我們希望上帝大大使用你 讓你能夠在福音上面 或者在你人生路上 都成為很多人的帶領者 宴神指揮你 很感謝陳太太的寶貴意見 其實我想說 我補充一點 剛才蕭凱恩說 有些東西看不到 但其實對我來說 我也是一樣東西看不到 就是我作了這麼久的歌 我也是不懂得看譜 不是我想看不到 而是看完譜 我會有些字 有些東西走了 連歌曲有時候也會看過旁邊 有些獨體障礙 不是獨寫障礙 所以每個人都是盲點 每個人都是藥項 但是我們不應該放大藥項 我們應該看到上帝在我們身上的恩典 好,謝謝蕭凱恩 謝謝